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是假的 我是假的 他是真的权威了 香港科技大学的 上次是谁啊 这个江州九九段 我们那个时候聊的还是阿尔法购 下棋下过了李世时 那个时候很惊人的一个事件 对 那个时候杨老师就来帮我们来解释科普 科普 但是今天呢 照杨老师的意思啊 围棋这事就甭聊了 太简单了 是吗 对 最近这么 科捷就已经说说抱着什么必胜的决心 但是然后准备必死的状态 到乌镇去比赛嘛 对对 但是他就说我抱着必胜的决心 必死的状态 大概是就肯定下不过 对 最近这个阿尔法购又有了惊人的进步 他从这个人为他很多数据 到自己产生很多自我的数据 这样的话他据说现在可以让去年阿尔法购四个子 他还能赢 天哪 你明白吗 就是原来是学别人下棋 就储存了别人的棋谱 对对对 现在能够自出自出一个绝招 你说这个家伙 这意味着他什么呢 有灵感了吗 这个不是意味他有灵感 意味着他更聪明 就是比方说我们说一个孩子能考试 他原来能考的是80分 现在能考到99分 只不过是说他考试这一行 他已经没有人能超过他了 但是你说这个孩子如果只能考试的话 在别的领域他能不能干 他还不行 现在我们家亲戚的小孩 在外国留学这个什么的问我 你看我已经开始有这个意识了 说像学学什么呢 我就说 得看看在人工智能方面 机器人这方面 他有没有什么兴趣 然后我现在认识的很多搞投资的 这些大咖 就纷纷我说你们都投什么 很多人都过谈就说机器人 所以你知道许老师机器人到什么程度 咱们可以先看 我给你看一段 就是说波士顿研究出来一个机器人 跑的已经跟狗一样快 而且你可以看看 挺好玩 就是 但是他摔倒他自己会起来 而且他能听懂语言 能够 好像还能猜明语什么的 你看上楼梯 现在我在那个有的视频上看到这个仓库里 用很多机器人 就搬东西啊 包括能这个旋转 你看跑的 跑的像那个英国的赛马一样 哎 这怎么跟狗似的 对 他是通过一个机械的进化 然后不断的在错误当中学习怎么正确的站起来跑 然后这也是一种学习系统 机器从错误中 就是说不是人工去校正他的程序 对的 是他自己 自我学习 自我进化 嗯 然后学会如何走的更好 他可以从自己的错误当中逐渐的演化 演化成今天这个样子 你能听懂吗 我觉得这个可以推广到中小学教育啊 我们的教育不就想要做这个事情吗 就想学生犯了一个错 对不对 他能够最好不是靠爸爸妈妈打的教训的你 提着耳朵 而是说他自己知道怎么样 下次不这么做 我现在能够假想到 他今天在这儿绊倒了 摔倒了 嗯 他下次机器应该可以做到 机翼 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下次再碰到同样这个杯子的时候 他知道抬脚了 嗯 但是呢 再下一步 他能不能举一反三 咱们觉得他人的智慧表现在说啊 我今天徐老师骗了我 那么下一次 连杨强你都骗不了我 嗯 对 这是不是 在 但机器人目前是不是只能做到 徐老师说这句谎话 骗了我一次 二次再说 不能再骗我 这有一个 有一个科学名词啊 我我说 文涛你非常厉害 哦 真的 对 这个领域叫迁移学习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我从这儿学到的东西 我可以换一个领域 也可以工作 我数学学好了 我学物理 容易了 我学自行车学好了 我学摩托车容易了 触类旁通 触类旁通 这个是人类智慧的一个最高表现 现在机器呢 应该说还不会做这一点 但是你不是说 现在在香港科大 它的实验室里 它的方向就是迁移学习 是 我们现在有很少一批人工智能的人 正在研究迁移学习 能够让机器 比方说AlphaGo 只会下围棋 能不能让它学会了围棋以后 又会下象棋 又会下跳棋 能不能把学围棋的知识 用在科研上 用在商业上 这个是机器学习 人工智能下一步要做的事 这可能吗 这是完全可能的 我们现在做一些实验 比方说我们教计算机 去读一些文章 它读会了以后呢 它可以去识别图像 就变得更简单了 这个就是迁移学习的一个表现 我一直在盼望AlphaGo 这么聪明啊 能够转到帮助人类解决 巨大比方说怎么样 跟金正恩打交道 这样 对不对 这些东西能用上吗 能用上国防啊 军事决策啊 这方面吗 完全可以用 它不是分析的很多很多吗 它是把无数的可能性 都归纳下来 对 归纳这个词用的好 其实归纳是一个数学的过程 包括我们看了很多例子 我们怎么能够在大脑里面 表现出一个概念 能够把这些例子给总结抽象出来 这个能力是 也是人工智能在努力的一个方向 比方说现在说的深度学习 就是它看了一个图像 然后它通过一层一层的不断的转换 最后形成一个概念 那个概念就是我们所说的语意 说这个图像的意思 它就学会了 那你现在还在控制中 就是你知道我想问你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说如果像我们这个文科生 研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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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一天突然会产生有点恐惧感 你现在觉得你的那个对象 你的那个电脑 它的反应是不是还全在你的预料和控制之中 没有出现什么 你觉得啊惊奇 或者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回答 其实呢 对这个答案是yes and no 那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在我们控制之下 但是现在做的这个模型啊 已经有所谓的黑箱的感觉了 就是你不知道它里面是怎么运作的 那但是它是很复杂 你可以设计它 那么它在经过了几千几万轮的演化之后呢 它可以很神奇的做出一些让你都感到惊奇的一些 比如说 比如说谷歌的科学家现在能够让这个计算机的模型自动去画画 它画出的一些画呢都是很匪夷所思的 让人觉得好像是印象派 以前没教过它的 以前没教过的 嗯 它自己达到一个印象派的一个效果 嗯 它懂美吗 应该说你教它的这些画已经在告诉它什么是美的正理 那么它就从里面学出无数的这个模式来 把这些模式加以总结归纳 然后最后它可以把这个反转过来 用用来产生一些新的例子 就是我们我们所说的这个画家的灵感 我觉得画家要机器画皮卡索比较容易 他乱画就是皮卡索要他画轮不浪才比较难的 他能画那些比较写实的就是那种很很很逼真的那种东西吗 其实是可以的 其实画 但这个要事先给他 是不是 对 我觉得他画比加索才难的 我觉得他画写实的太容易了 因为当然我也不会是外行啊 因为我知道他现在你看图像识别技术突飞猛进啊 现在是基本上哎 听说是不是就说比如说那个丁义珍在外逃的话 现在这个全世界所有的摄像头啊 就夸一下 只要他他走在旧金山一条街上 假如能实现联网的话 对 实际上这个公安的这个摄像头 是能把这个人的脸给找出来的 是可以的 从理论上可以 而且现在现实已经很接近这种理论极限了 我们 陶哥你在大街上走 肯定能把你给抓出来 卓伟肯定失业了 江江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徐老师你这个文学的对这个人工智能 我现在天天在跟机器人打交道 我花很多的时间 因为我没找不到那个牌友 所以我现在只在网上打交牌 所以人一不够呢 机器人就就替代了 有时候给他气死 有时候活活气死 因为他都是造一套规则来的 那打牌的时候我跟我的partner 我们是有一套心有灵犀的感觉的 对 那个机器人你一感觉呢 好了他乱了 他给你乱了 明明已经叫得很好 别动别动 我叫到四K星好了 他不跳出来一个六K星 我真是给他活活气死 我把那个iPad要砸回来 砸了是我自己的损失 但是赢是谁赢呢 那总归是他赢 因为他是机器人 他是逻辑推算出来的 我们会犯错 他不犯错 所以赢是赢不过他的 对 所以话说回来 我们说AlphaGo 是不是我们应该害怕 说机器比人强这么多 在围棋上 在打牌上 我觉得不应该 我觉得人还是要追求那个乐趣 那个乐趣才是我们真正 我们两个人在下棋 我们两个人就更加了解对方 这个是大牌下棋 但是我最近看您有一次演讲 似乎连这个乐趣 您也想在机器身上去实现 你看他演讲出了几个图片 我想请他讲讲 你看看这个 好像您当时在演讲中 为什么出这个 你知道吧 这是后边是奥巴马 这是有一个政治人物在 是谁啊 在量体重 是一个英国首相 对对对 量体重 你看奥巴马给他开玩笑 奥巴马在后边 踩着这个体重仪给他加重 你看当时为什么用这个图片 这图片表示一种幽默 对不对 大家都在笑 大家觉得这是很可笑的一个事 但是今天计算机笑不出来 因为计算机不懂什么叫幽默 我们从来没有教过它 所以要懂幽默 要学很多的常识 所以我这个就想体现说 虽然计算机今天能做很牛的事 但是它没有常识 它没有我们所说的common sense 那么没有常识 它就有很多东西不能理解 像幽默 它就没有 它将来能不能有呢 将来现在其实有同学在研究 有同学把推特上面的20万个这种有趣的东西拿过来做训练 让机器自动的能识别一个推特或者一个微博是不是有趣 它可以从这个表象上去理解 但是我觉得到现在我们还没有发现出一种算法 能让它真正的由衷的感到这是幽默 感到这个人牛 这个东西有意思 那到那一天 我们是需要什么呢 我们是需要对它的背景知识有深入的了解 我们是知道什么东西是好玩 是幽默 幽默是一种非常智慧的表现 我甚至还听您说过几个探讨过一个问题 就是说机器人会不会做梦 对 有可能吗 有可能 他为什么要做梦呢 因为是这样 我们什么叫做梦呢 做梦就是说我们在失去意识的情况下 我们大脑里面还有一些活动 残存的活动 这些活动呢 是由我们所谓的日游所见 夜游所思 那么这样的话 夜游所梦 那么这个梦境是我们白天看到的一些东西的反应 对 所以机器人呢 在训练了很 在他看了很多数据以后 那个模型里面也会有一种内在的反应 你给他通电的话呢 他也会有一些反应 你可以把它描绘出来 所以有 所以谷歌的科学家就做了这么一件事 就让他描绘出 他看了几千万张画以后 能够想出什么画来 让他随便的画 结果画出一些很恐怖的话来 哎呦 那是噩梦啊 机器人的噩梦啊 人类的噩梦就是机器人有一天比人更聪明 这西部世界就是这样 对吧 这好像是很多很多 他也爱看西部世界 你这专门搞专家 你看西部世界是什么观感呢 对 我觉得是这样 呃 他很靠谱 很靠谱 对 就是说人和机器其实差别不大 人也可以看成是一种机器 只不过是很复杂的机器 这个是第一种观点 第二种观点呢 是机器人 他之所以智慧 之所以呃 我们看不出来 比方说西部世界 我们认不出来哪个是人 哪个是机器 除非你给他一枪 对 对不对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学习的能力 他不断的在学习 他当然西部世界体现的是 他在痛苦当中学习 嗯 因为人类赋予他很多的痛苦 最后逼着他自己产生演化 产生智能 产生意识 就好像在那个迷宫里面找 最后的那个终点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所说的机器学习 也是给他不断的刺激 但是他最终能学习到 觉得自己可悲吗 我觉得呃 完全有可能的 我的天呐 真的吗 嗯 但是今天的算法还达不到那一点 今天的算法呢 是我们我们要要把两个词分开 一个是聪明 一个是智慧 聪明呢 就是就是像我们说的小学生做题 他这个题目做的越来越越来越好 分数越来越高 但是智慧就不一样 智慧是说他具有常识 具有意识 具有自我 自我反应 嗯 他能够反映自己的存在 能够反思自己的存在 智慧就知识里面还有感情的成分 有感情的成分 对 有自我存在的成分 比方说你把一个猫放在镜子前面 他不认为对方是他自己 他认为是另外一只猫 嗯 这就说明他不智慧 他没有意识 啊 但是你知道有的时候 你认为很复杂的感情 本质上是不是也是一套自我生存的算法 这是一个问题 你比方说 我看一个科幻电影 哎 那个里边就讲 就是讲这个故事 就等于 哎 是不是这个太空漫游啊 我忘了 就等于 飞向远方的一个宇宙飞船 已经达到了全部由一个电脑智能控制 控制一切 可是后来呢 有两个人的这个宇航员 觉得啊 他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了 出了什么毛病 然后呢 这俩人的宇航员呢 就说咱别让他听见 咱关在一个玻璃的一个 一个什么舱里 咱们一论一论 要不要把他关了 但是没想到呢 他读 他能读这个纯语 他知道你们要把他给关了 所以这个宇航员呢 具体情节我忘了 大概就是出去修理的时候 他哐哐把门就关了 不让你回来了 他某种程度上这是逻辑的 因为他觉得你要把我关掉 所以你看他的这个算法 干掉你这个宇航员 也在逻辑里面 对的 这个就是说 我们在人工智能这个科学里面呢 我们叫做优化函数 如果我们把这个优化函数 定到那个水平 就是他不但要完成他的一些任务 而且他要保证自我存在 不被干扰 就是一个自卫的能力 那么如果赋予他这么高的一个 自我存在的能力 那么他确实他应该能够去保护他自己 作为他第一条件 所以这个电脑呢 就是真正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 对吧 他是通过一系列的计算 他的目的是对他有利 对不对 其实他是合理的 但人类呢 常常不那么精致的 人会犯错误 对不对 人允许自己犯错误 人不可能都是什么东西都calculate 非常好 非常好 这个说的非常对 这个我觉得也是西部世界里面 我们得到的一个感觉 就是人的存在并不是在极度优化某一个函数 我们不是为一个单一的目标存在 我们人的存在是因为我们存在具有乐趣 我们存在是因为我们比周边稍微好一点 我们其实没有必要把我们自己变成一个极致的机器 我们只要能够存在 能够survive 我们就可以了 对 我们每一天喜欢喝茶 喜欢打球 喜欢看电影 这对我们已经是很好了 但是机器是另外一维 机器是一定要有一个目标 然后他要把这个目标推到极致 你看啊 这要是我说吧 他们就一说文科生不要胡说这个 对吧 所以我就问问你 你是专家了 你展望未来 你认为这个人工智能会到达咱们想象的 像西部世界那样 很可 你讲的这个优化函数 是不是就有点像西部世界里那个黑人的那个女的 到最后他拿这个iPad说 我把我的提升到最高智能 对 那就比人聪明太一万倍了 奴役人了 然后你指的就是 这实际上是可能的 但是我们现在还不知道 这个有没有一个终极的优化函数 它可以包罗万象 因为现在我们能做到的优化函数只是单维的 但是人能够优化的 多维的 人是多维的 而且这个维数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 它有没有边 对 所以我现在看到呢 他们这个一些专家呢 就是好像真研究这个的人 他们一般好像态度还挺乐观 大多数就是说 就是说他不会失控 就或者最后什么奴役人类 说这些都是不可能的 你怎么看 我觉得我是同意这个观点的 我觉得至少是沿着现在这个研究方向 根据我们现在的研究的这个水平 是不可能达到那一点的 所以我们现在没有去恐惧的这个原因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你这还有一个 我觉得杨老师可以给讲讲 我注意到你讲的里边 就是徐老师你说 咱们原来说啊 这个人的意识 人如何做到不死 有一个办法 就是把你的意识存在个硬碟里 上次我们讲了 他们又说你们文科生 所以我发现理科生 你也不要傲慢 因为他有时候说我胡说 我真不知道 我有时候简直是背诵的 我看的这个科学书的原话 他们为什么也说文科生 你不要胡说 对 我就是说这个事 杨老师就是说呢 他现在好像找到这个关节点 是真的能把你的意识存在电脑里的 这是是是这意思吗 呃 现在有人是这样说的 然后就是说 这样就可以不用去西天取经了 你可以长生不老了 对啊 就是大脑的这个神经元之间 比如你想起一个事情 呃 总之是这个神经元之间的 这个突出的连接 呃 我看您演讲里边 是不是提到这个内容 提到这个内容 对这个大脑 大脑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宇宙 这个里面 它的总的这个神经元的个数 相当于银河系恒星的总数 啊 1000亿啊 在在大脑里面 嗯 那么它是靠这个神经元和神经元之间的连接 就像星星球和星球之间的连接 嗯 来做记忆 来做计算的 对 这种连接就更多了啊 有10的14次方这么多 那么我们想想一下 假设有一天有一个能力 能够把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都上传啊 啊 那么从理论上来说 这是可能的 但是呢 从现实当中来说 我们还看不到这一天 哦 还看不到 对 那么现在我不明白 就是说现在就人机互联 嗯 最关键的地方就是你这个机器和这个生物的神经 他这怎么就连 我就有点想象不出来 或者就能读取我脑子里的信息 对 现在读取这个事在大脑神经学里面已经可以做到了 啊 比方说之前呢 他们是拿一个探针 嗯 探到这个连接里面去 然后就把把你这个连接的强弱给读出来啊 但是在过去的这个做法呢 就破坏了这个连接 也就是说这个假设我 我来做你的实验 那么你就变得越来越傻了 哈哈 我们不希望看到这个事 对 所以今天呢 他们就发明了一种用激光去读 这样就无损于这个连接 读出来是什么呢 能复原他原来想象吗 呃 没有 他读出来是一个单一的一个bit 就是一和零这样的一个一个观念 那他不是想法啊 他读出来不是想法 完全不是想法 所以他读出这么一为赖 你想和十的十四次方这么多维 那是千差万别的 都问他脑子里读出来 可能跟毛泽东脑子里读出来差不多 那你说现在所谓的像有些这个人机互联 最简单的就是那个残疾人 人机互联 他怎么说意念就能驱动这个假知了 对 他是有很多我们人在想东西的时候 我们的脑电波会有变化 然后如果我们带一个特殊的装置 我们会把这个脑电波的变化 简单的手抬起来 简单的变化呢 给他读出来 哦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在想东西的时候 只要我们去读 那一个部位的变化 如果很敏感的话 我们就可以去控制机器手啊 哦 但是这种脑电波的读取 现在是非常非常的不准 不准 没有很多噪音 对 那要是聊天呢 就你比如Siri 你跟Siri 我都能感觉到Siri再变得聪明一点 但还是比较脑残 就是你觉得你跟这个智能聊天 他能聊到一个什么程度 现在我们熟悉的有Siri 有小兵 小杜什么这些 那么大部分的都是这种闲聊 所谓闲聊就是他拿了很多很多微博啊 还有这种网络的这种数据来做训练 然后呢 他就会学会一个网络语言 所以他只能闲扯 他不能为你朋友 知识性的课 附近有什么电影院 对 知识性的 他就一问一答 这种还比较靠谱 人格性没有形成 但是再对 人格啊 或者是在乎哪里 就可以